屏東高速鄉在下午發生了 輕航機迫降意外 當時飛機上有一名61歲教練 帶著女乘客要體驗飛航行程 沒有想到剛起飛不到10分鐘 就因為機械故障 動力不夠緊急迫降在檳榔園 機身甚至當場斷裂成兩半 造成兩名人員都因此受了傷 上一秒才開心起飛 沒想到下一秒 輕航機整個倒栽蔥 迫降在檳榔園 警校到場也趕快拉起封鎖線 機油露出仔細看 機身當場斷裂機桶毀損 不讓人靠近就怕危險 輕航機緊急迫降 機上人員傳出受傷 跟我講說 老闆娘前面有輕航機醉機 今天天氣不好 明天又7月1號 最好避免 原來是事發J3號下午2點多 當時61歲碎星教練 帶著25歲女乘客 體驗20分鐘輕航機飛航行程 不過沒想到才剛起飛不到10分鐘 卻疑似機械故障 動力不足 當下只能緊急迫降 一處檳榔園 造成兩人受傷 機上兩名人員手腳擦傷 無生病危險 以受醫檢查治療 飛行前 當時女乘客還開心錄影 偷網分享 沒想到意外 竟然來得這麼突然 還好兩人意識都清楚 只有擦傷 而據了解 這架輕航機是南非製的機型 教練更是有30多年的經歷 發生意外 飛行發展協會也全程募集 我募集飛機過了那個電線之後 正常來說應該往上 這一次看到是往下 民間的飛行員 飛機算是協會的 儘管當下沒再造成其他事故 波及他人 單親航機緊急迫降 實在恐怖 究竟是天氣原因 還是飛機故障問題 恐怕都得好好理清 這次是水平的